根据日经新闻报道说 台积电要调派超过500人到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厂 去协助加快无程式的设施 管线等等设备的安装工程 台积电昨天也有证实 说亚利桑那州厂工程已经进入关键阶段了 目前正在处理最先进的精密设备 因此是要派有丰富经验的相关专业人员 到亚利桑那州去支援 力拼明年下半年量产